沒有 我真的覺得醫美 就是過於不及啦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 對抗地心引力啊 對啦 但是我自己是比較主打是 30歲以前就是會上市的自己說 年輕啊 皮膚好 不會長痘痘啊 然後妳都不會管 我會垮 30歲以前都不太保養了 真的 但是30歲之後呢 我們已經跨到姐的時期了 妳就發現 天啊 真的妳一天不保養 妳的肤胖真的會有差 尤其是換季的時候 不穩定的時候 然後妳的皮膚 上妝不好上 對 妳皮膚就會可能 開始會脫皮啊 有時候可能還會泛紅啊 妳以前年輕的時候 可能熬夜一天 都沒關係 而且都不卸妝好了 對 不用卸妝 沒關係 有那種 補不回來 妳現在只要一天熬夜 妳可能要花三天 妳才退回來 補不回來 然後退酒一來越慢 真的要幫她第二天傍晚 才會退酒 然後我印象很深入是 有一次我跟小優出去吃飯 然後那天我沒有化妝 然後她就當著我的面說 凱欣妳最近怎麼了 妳是不是肝不好 妳怎麼感覺都沒在睡覺 然後我就想說 小優 我被小優講 我超過的 真的夠醜 如果小優還嫌妳醜 那真的夠醜 對 然後 沒有 就像小亮哥說妳矮 妳怎麼會高 對啊 那妳一定是更矮嘛 重點來喔 我真的就當下拿起來 進去看 小優自己都不優了 我一看 還真的有夠黃 還真的有夠黃 所以有時候 因為我自己是屬於那種 神農市場白草的那種個性 就是我會試 不管就是可能是開架式的 或是比較專櫃的 或是有一些電商網路的商品 我都會試 然後試下來呢 就有一些心得 那今天我就帶來一個 我最近用了我覺得 滿有感的產品要給大家 好 來 24小時 上進好浮誇 我跟你講啦 很多事情問我就對 妳也知道歌月人無處 現在外界給我一個新的封號說 我是女神收割機 真的 你看你以前 收割玄姐啊 收割我啊 對 他們是說女神收割機 最後一張拼圖 就是政治系的 你現在 你現在是在撩妹啦 對啊 你在撩妹啦 在撩妹 而且你講完之後 你還看他耶 你要多講啊 你還沒給你講 真的 生氣耶 就是手禮到那邊 我都合作過啊 所以我在看這個事情 是很準的啦 女生只要 真的 就是顯老 對啊 那有的女生都說 欸 我的小麥膚色啊 很健康啊 但是要分辨 健康的小麥 跟甘扁的局面 超狠的 妳超狠的 你知道我年輕的時候 也有不懂保養 就是會有一些徬徨的事情 就是不知道什麼產品 適合自己 就是你用了之後 你的臉就會整個 爛掉 很可怕 所以今天有什麼好東西 我跟你講 智希 那妳就需要這個爛皮就行 就是我手上這一罐 琥珀新生露 它可以給我一天 24小時的上進好膚況 我現在已經卸妝了 妳現在素顏嗎 我現在素顏的皮膚 比剛剛擦粉的時候還要好嗎 就比較嫩的感覺 有 所以我真的覺得 日常保養是非常重要 但是看 妳好像小孩喔 對耶 滿有可能性的 那它這個系列呢 它其實就是主打這個 早補水 晚去黃 早上的時候就用這個 琥珀金斬花露 晚上的時候用這個 琥珀新生露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品牌很厲害 因為它其實比女人還要懂女人 因為像我們女生的困擾 就是皮膚很暗沉嘛 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 毛孔粗大的問題啊 或者是有時候那個 冬天一來皮膚超級無敵乾 對 那它其實就是一瓶到位 它就是結合了 化妝水 精華液 還有去角質的功能 它全部都涵蓋在裡面 你可以看它這個顏色 好療癒 咬住的顏色 就是有點咖啡色的感覺對不對 這樣子 它裡面呢 全部都是滿滿的 法國琥珀萃取金黃 對 它印起來就很厲害 然後這個琥珀酸呢 它是可以減緩你肌膚的一些壓力啊 然後減少一些粗糙的顆粒 然後再來呢 它可以加強你的肌膚的屏障 可以保護起來 對 它雖然用起來是非常溫和的 但是就可以達到 讓你的皮膚很透亮 很平滑 很細緻的狀態 那我現在就把它倒出來 到杯子裡面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顏色很好看 它的顏色 對 你這很像威士忌 我幫你拿起來還蠻好喝的耶 這個是單一純賣雪莉桃 對... 來... 好美喔 媽媽媽媽我加個冰塊 我們加冰塊 各位 你們看這個顏色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其實加冰塊也能敷啊對不對 你要不要加冰塊就算定了 重點是你會覺得自己 因為它變得更有質感 因為它整個商品的顏色就... 好香喔 彷彿來到紅衛聖明 來...大家都給我拿起來 好棒喔 霸國... 對... 對 它有一種... 很像高級香 木質調的感覺 很舒服耶 它是男女都使用 因為這個味道男女都可以接受 就是非常的百搭這樣 這怎麼辦 剛一吐我的手 感覺上很多耶 剛一吐變白是不是 好耶 好 我現在來示範給大家看 它的使用方法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早晚洗完臉之後呢 我會拿這個化妝棉有沒有 輕輕的沾取這個琥珀新生露 然後你就可以用輕拍按摩在你的臉上 對 我用我的左臉示範 就這樣 很舒服 而且你會覺得你的皮膚啊 很透氣 然後有這種舒緩的感覺 輕拍 那如果你有一些皮膚的部分 比較有粗糙有顆粒的地方啊 毛孔粗大的地方呢 我就會把它 保溪 然後補水 沒錯 一瓶多用 好 我現在敷在上面 然後我再 CP值爆高的 沒錯 我在敷的同時 就先來介紹一下 它裡面有三個非常厲害的成分 是 首先呢 第一個是法國海茴香萃取 好 沒錯 它就可以保濕 然後修復你的肌膚 讓你的肌膚會透亮 會很有光澤的感覺 然後再來呢 還有這個 阿爾卑斯石珍珠花萃取 那它其實就是會讓你的皮膚呢 會有讓你的活性 然後讓你的皮膚 會更有透亮的感覺 然後最後一個呢 是這個 德國的聖約和草油 它可以舒緩你的肌膚不適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泛紅的地方 或是你有一些過敏的地方 其實你就這樣濕附它 很快就可以退紅 這些成分都好珍貴 對 就是很高級感 來自法國的朋友 好 我這樣敷一敷 好 應該就是稍微這樣子 平常大概我會敷到 10到15分鐘左右 但因為礙於時間的關係 我現在就是先把它拿下來 來 妳看一下 看右邊是不是比較亮 妳看 妳看 漂亮 漂亮 是不是 不行啊 這是會有這種 光澤感 而且可惜妳有反光 對 自帶光圈柔焦這樣子 透亮 因為它裡面有那個 直脆的換膚黃金比例的組合 所以會讓你的皮膚呢 變得非常透亮 而且很保濕 因為我現在平常 其實都是不上妝的狀態嘛 就是譬如我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就是會在洗完臉之後 濕敷這個化妝水出去 大家都以為我有上隔離霜 就是你會 它會讓你的皮膚感覺是 喝飽的水的感覺 對 看起來很飽滿 對 那如果你皮膚喝飽水之後 你在上妝呢 其實你的妝感都會非常服貼 那我前陣子就是 二月的時候有去美國玩 然後大家都知道 美國天氣就是 乾 不行 乾 那保養品到那邊真的 你戴得不夠好 真的是不夠用 我那時候就是戴這一罐 我跟你講 我在那邊 妝感朝頭亮 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太陽這麼大 我皮膚真的在那邊狀況很恐怖 好可愛喔 而且我在美國也甚至都是沒有 好像高中生 沒有補妝 真的要亮 大學生 對 而且我覺得它很方便 它也寫這樣小小一罐 重點是因為它裡面就是等於是 我覺得這一瓶的CT值真的超高 是不是淺錢花得很值得啊 就算你出國呢 你只要戴了一罐 就可以搞定你所有的 尤其現在換季了對不對 那肌膚不是都容易脫 不穩定 對 就用它這一罐 就可以讓你的皮膚變得更穩定 然後會讓你呈現 很透亮的膚質 好 推薦給大家 好 推薦給大家 老一輩的人真的很喜歡 不愛看病 然後反而要動大刀 對 叫他們去健檢 要他們的命耶 對 死不要耶 通個血都不要耶 真的 像我媽就是已經七十歲了 然後她就是動不動 就會一直跟我講說 她牙齒很痛 我就跟她說 那妳趕快去看牙醫啊 她說看牙醫就沒有用啊 就檢查不出來啊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很痛 後來呢 我就是好不容易千方百計 因為我平常有在 固定一間牙醫看醫生嘛 然後其實這家牙醫 她很難預約 因為她算是很有名的醫師這樣 然後我好不容易就是 擦了半天 好不容易把我媽的時間 跟我用在一起 我就跟我媽說 妳一定要來喔 然後怎樣幾點間 一定要出現 OK 她那天就很乖就出現了 然後去看完之後呢 那個醫生就跟她講說 徐媽媽你看起來牙齒狀況 好像沒什麼大問題 那有可能是其他神經的關係 那我們還要再進一步追蹤 那我就再跟你約下一次的時間 然後就好不容易 瞧瞧瞧瞧到一個時間 那因為那天我要工作 我就跟她說 那妳可能要一個人先去 我就說 妳為什麼不去 我就幫妳約了那麼久 她就說 不要 那好遠喔 而且那個看妳那個醫生好貴喔 我就說 我幫妳付啊 妳不用自己付啊 她說不用啦 沒關係啦 反正就忍一忍就算了啦 可是我就會覺得 那妳痛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些做子女的 妳看了會很難過 妳會很擔心說 妳有沒有吃好 妳有沒有睡好 因為她有時候痛 會可能沒辦法睡覺 或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她一定要省這個小錢 然後到最後釀成一個 很大的災害或什麼 那打貝有一個機會覺得 常進出醫院 是不吉利的事情 對 爸爸那時候 一長一顆皮蛇的時候 就一點點剛發出來 這時候不是就應該去看醫生嗎 她裡面就是會拿那種狗皮藥膏 對 黑色的那種自己燒一燒自己貼 對 最後她就真的長到快一圈 然後她就發燒什麼的 那個最有效果的就是 請師傅來斬皮蛇 找出那個眼睛在哪裡 對 斬得他 而且老人家都很喜歡忍痛 對 不是 我跟你說 因為現在看醫生有時候真的 半天就沒了 一天就沒了 對 她要看醫生啊 因為她小臂 然後就有檢查處 就變大霸心了 對 我沒有的爸爸 就是很怕這個樣子 對 她 我朋友爸爸就是她以前 就是早上起床的時候 她都會覺得腰痠背痛 然後就是會一直壓迫到神經 然後大家都叫她去看醫生 她說沒關係啦 就是老了 本來就是這樣啊什麼的 結果有一天她突然就是 沒有辦法下床 然後後來就是 還去開刀啊 住院啊 手術啊 就後來 所以你就覺得 你當初如果 預防剩餘治療 你早點發現 趕快去給醫生看 你後面也不會有這些人 人家還有一個心態就是 對 她想說 你趕快走下去 然後說我怎麼做 很難過 不服老 她想說不如就這樣吧 突然走了就走了吧 會有這種心態 住住 我的話就是 送禮要送 對 因為像我成長長輩家裡 逢年過節不是都要送一些禮嗎 他們就會送什麼 雞精啊 人參啊 燕窩啊 什麼的一堆 然後可是他們都擺在那邊 然後都沒有喝 因為第一個不是太捨不得喝 要不然就是他們 他們沒那個習慣要喝那個 沒有想到啊 可是他們送 譬如說A送到B B要想辦法再送回去A 然後又要再送一樣的東西 那你就想說這種禮盒 不是超商現在都有在賣什麼 什麼都有在賣那個禮盒 各出各樣的 對 就去超商買就好 沒有 他們就一定要到譬如說 專賣店 然後整個很大這樣子 然後挑選看起來最氣派的 然後送給人家 可是我有點就不懂 你們要送這些 你們也不喝 為什麼不送酒或紅包就好了呢 就是對嘛 就是大家一定會有的 比較實用 就比較實用啊 所以我就不懂 他們為什麼一定要送到 禮要送到很大班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在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其實這個就是要 因為長輩有時候做得對 他就要睡覺 對 要不然用大聲來把他們叫醒 來嚇我們 幫我嚇醒就對了 像子余媽已經睡十分鐘了 你眼睛太熟了 對 為什麼 就是因為有在 就是你有在做生意的時候 有時候跟你講就是 面子問題 我覺得有時候是面子 那當然你剛剛講說 送雞精燕窩這些 我個人是喜歡送 譬如說送日本的葡萄啦 或者是送那個叮桃啦 因為那都 對 就是類似像這樣 那因為這個就又好吃 是富士蘋果 我們有三 富士 比較怪怪的 是桌在箱上嗎 我以為那蘋果是富士蘋果 我也以為 反正就是送一些 大家可以吃的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一定要的 我覺得這個是 過年過節必要的一些 比數 比數 而且你竟然要送東西的 就是要大半 要漂亮 要紅黃 面子很重要 你隨便 譬如說你花了一個八百多 你送出去會覺得說 不痛不癢 對啊 然後又不夠大半 對 那如果送了一千五兩千 兩千多 送出去 你而出去 送你 送到金卡你 好啦 今天這個 兩代之間的交流 好像有點 不太有什麼共識 我們全會同鼻子 對啊 沒關係啦 大家就照自己的想法 自己獲得快樂比較重要 那真正呢 今天的好消息就是 我們的那個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謝謝 謝謝 再跟大家復習一下 來 好 就是我們公共電視跟LINE TV 從五月四號 每個禮拜六開始的晚上九點 會聯播兩集 然後另外在別的頻道 也有播出 是的 東森戲劇台五月五號 禮拜天 每週日晚間的八點 聯播兩集喔 太好了 你在賭買你在笑著 大家預期呢 今年的金鐘獎呢 我的婆婆二呢 可能就是那個 金鐘獎的小孩子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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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